哈喽各位好,我是仓鼠 今天还原一道魔术世界中的菜谱 美味兔旧 美味兔旧的菜谱可以在兰玉获取 需要完成高级厨师雷加西的任务 目前的版本是否可以获取我不大清楚 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说一下 另外我会在视频的最后放出原版菜谱 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看一下哦 制作这道菜你需要准备洋葱粉20克 蒜粉20克 烤制酥脆的培根一杯 面包屑50克 以及鸡胸绞肉450克 此外还要准备一个鸡蛋 官方给出的菜谱中用的是火鸡绞肉 我这里用口感类似的鸡胸代替 酥脆培根你可以用烤箱制作 也可以像我这样煎炸后切碎 做肉丸前烤箱上下火190度预热 肉丸非常好做 你只需要将刚才提到的食材混合在一起即可 再打入一个鸡蛋继续抓匀 抓匀后无需腌制 直接搓成肉球即可 官方菜谱中指出肉丸要做成高尔夫球大小 这里我做成了网球大小 不用担心这个肉泥中的空隙很大 很好熟透 烤箱预热好后放入肉丸 需要烤制20分钟 我们可以趁这个时间制作酱汁 制作酱汁使用350克苹果酒 调味番茄酱200克 巴萨米克醋125克 再浮饮肉豆蔻、盐和胡椒 熬制30分钟 或者制汤汁粘稠即可 20分钟后 我们的肉丸已经烤好了 这个肉丸非常的香 其实已经可以直接吃了 但我还是按照菜谱的流程 将肉丸放入说好的酱汁中 注意肉丸底部比较平 可能要偷出你的无形铁手来翻面 让酱汁均匀的包裹在肉上 我们的美味秃鹫就做好了 此外我还将一半酱汁熟至粘稠 作为酱料一起上桌 下面藏手来帮你们试吃一下 这颗低筋十字头是什么味道 切下去感觉里面又松软又有弹性 切开后 蒜香混着培根的香气扑鼻而来 吃之前加上一点酱料 入口先是酱料的酸甜 你包裹着肉豆扣的温润在口中散开 非常开胃 然后就是肉香拌着蒜和洋葱的香气 这个不要用新鲜的蒜和洋葱 会增加过多的湿度 让肉丸过于软塌 由于盐分的作用 脊肉纤维已经变得软烂 加上面包蟹的作用 吃起来一点也不柴 再配上酸甜的酱汁十分完美 我给这个低筋十字头打7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 小伙伴们有什么问题或建议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我 我们下期视频见